吹牛鱼 就在枝山沿考古堂坑 左田方的弧形椅背上 可以看到鞋絨的落果 那有一隻 其實左邊那隻是 還不知道名字的 應該是一個盲村 那下方有條紋的 橙色條紋的 紅色條紋的是 灑長村的 這一屬的 那另外還有邊有一個小村 那右邊跑進來這隻 剛好就是跟左邊相同的 目前不知名的 通常他們看到 東西有人接近的時候 就馬上會離開的 可是一大清早他們在吃東西 可以看到他們吸食 好多的是春象 雀容的 又進來一隻什麼 咦? 這隻還搞不清楚 不然又在吃東西 有啥件事情 找到了 要啥子 想不想 給你們一點 我把你們給這隻